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空中见 今天的佛经讲座 叶文耳居士会和大家讲一下正座实习检介 而我们今天的佛经故事会为大家播出提案之争 现在先请叶文耳居士开始今天的讲座 各位听众 今天佛学讲座的题目是正座实习检介 佛学讲座本来是 讲及有关于香港早期佛教发展的历史 不过也都是收到很多听众的来讯 询问有关于正座实习的问题 如果个别作答呢 那就是太麻烦了 所以就将来讯责录 所以又将有关于正座实习的重要事情来撮耀 归纳了就是做一次今天的讲座内容 各位所谓正座就是指一个人 他做一种训练心灵安静的修养 因为都使人的生活比较繁忙而且紧张 如果休息不够或者体力比较衰弱的人时 他们的内分泌和健康就往往会受到大的压力 血密运行不畅通又会导致了慢性的疾病 令到他们的健康有严重不良的影响 静座就是着重心理和生理两者的调和 融合来进行的静态运动 为什么说静座是一种运动呢 因为静座是需要通过肉体来进行的 例如肉体生理最显著的现象就是有呼吸作用 血液循环心脏跳动消化系统以及排泄作用等等 根据医学家的认为呼吸循环消化和排泄等 都是为了支持神经系统的作用而设计 一个人在进行静座的时候 神经系统也都是进入了安静的状态 已经不必繁忙地去工作了 所以当静座进行的时候 呼吸是会减弱 心脏跳动的频率减弱 而血压降低 其他的生理状态 比较在生活繁忙之中 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这些一切都是医生临床测验的报告 在本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 有一些地方都盛行用静座去调护健康的 甚至有些设立了所谓静座实习的医院 来给那些病人进去静养 根据报告 都说静座对疾病是有良好的功效 尤其对健康有良好的影响 在这里我只是向各位提供六种 收集静座的方法 第一种是依据专注而入静的 这一种方法是最普通 又最容易做的 所谓制心一处无事不办 它的方法就是将我们的意识 灌赏在身体上 你可以是灌赏丹田 又可以灌赏眉心 亦都可以灌赏在嘴唇的 甚至到头发手指都可以灌赏住的 不过最好就是守丹田的地方 就是肚瓷对落两寸皮肤那里 因为这一个方法是最安全的 如果是在眉心 我个人就认为是比较有多少危险性的 是年纪过了35岁 或者身体胖半 又或者有血压高的人 都不适宜是专注在眉心的 这一点是请大家要留意 第二个方法就是依灌赏而入定了 即是教我们内心 怀想着一个形象 这个形象可以是佛像 可以是菩萨像 也都可以是灌赏一朵莲花或者一粒明珠的 你将一种你欢喜的事物来灌赏 也都可以将你的意识是来集中 不过这一种的形象呢 最好是圣人的形象呢 就可以免致你有太多的幻想了 第三种静坐的方法呢 就是依调色而入定 这个方法又可以叫做素色观的 即是将我们的呼吸来想象 当你调和了呼吸 好好地吸入一口气 然后将这口气呢 漸漸引落到丹田 如果初学的时候 就是不可以这样的 你也都由得去到哪个地方 就可以再呼出来了 一吸入一吐出的时候 就是一个色 再吸入再呼出 又另外一个色 由一下数到十下 就翻转头 再由一到十 如是者循环得有十次呢 你就已经是做完了 这一个依调色而入定的功夫了 第四个方法就是依念诵而入定 所谓念诵呢 有默想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朗诵的 如果不怕路神就可以做朗诵 朗诵有一个好处 可以收拾你烦乱的心意 这时候呢 你是集中听到你念诵的声音 诵经或者诵佛号 诵菩萨的名号都可以 如果你个人是比较谦正的 你欢喜默想 这一阵时候呢 你全神灌注着一个念诵的形式 默想啊 虽然没有出声 但是念诵是甘心 即是你现在意识的形态 那你意识的形态 集中呢 也都是得到静坐的功效的 第五个方法就是依运动而入定 运动这个是静态的 最好是做腹式呼吸 腹式呼吸是不同普通呼吸 它分别的地方就是 将我们的腹部深深地收缩 这一阵时候呢 所有的气似乎是没有了 但是不是的 你留意一下呢 就知道很多的气已经呢 入了去你的胸部 当你是这样做的时候 再将那个腹部呢 是放松 那这一阵时候呢 所有的气呢 就已经是排出了 停一阵 第二下 你的腹部再是这样收缩 那些气呢 又在你的肺部那里 是膨胀起来 当那个腹部放宽的时候 空部的气呢 已经完全排出出去 这一种方法做呢 是非常之好的 尤其是适合那些肺部 有些毛病的人 如果经常都是咳嗽啊 又支气管都发炎 不舒服的 或者肺弱的人呢 那如果做深呼吸 有时候呢 还会加深肺部的功夫 那你用这个腹式呼吸呢 就可以帮助那个肺部的 但是有一点 你特别要注意的 就最好是 早上空肚来做 不要吃饱饭来做 因为吃饱饭呢 那腹部有太多的食物 要等着去消化 那这一阵你做腹式呼吸呢 就会是得到相反的效果了 如果我们空肚做 或者早上做 又同时在很疲倦的时候呢 你去那些空旷的地方 或者在騎楼那里呢 是做十下腹式呼吸 你会觉得当时是非常之精神的 疲劳完全消失了 这一种呼吸呢 就不同刚才所提的那四种 因为刚才所提的那四种呢 都是着重了 意识的调养 而现在腹式呼吸 就是特别着重 我们身体机能上的静功的 现在是要提及第六种了 第六种的静坐呢 就是依心性而入静 这一种方法呢 是非常之深奥的 亦都是比较难做 当我们是选择了上面 讲五种的方法 你可以是做一个 又可以将五个交替来做 那当你觉得某一种是纯熟了 或者疲倦一点 你又可以换个第二种 但是轮到第六种的时候呢 它完全是进入了一种心灵最甜静 最安肠的境界的 这一阵时候呢 我们就要收集到换相了 各位 这个医心性而入静呢 是比较深奥 根据余家斯蒂伦的说法呢 在初禅二禅的境界都可以学做的 由于它比较专门性些 所以在这里呢 暂时略而不谈 我还要是和各位讲一样的就是 当初学静坐的人 最紧要顾忌 骚动 这一阵时是不应该受到惊吓或者骚扰的 但是 当你一下不小心 受客的时候 你的心怕一怕 这一阵时请你一定要抹开口 不要喷气 不要吐气 不过呢 很自然地 等你内在的那些热气呢 缓缓地放出来 那一阵时候呢 你就会比较舒服些 各位 今天的佛学讲座是到此为止 刚才二民二居士呢 就为大家很简单地介绍过 静坐实习的问题了 那现在先请各位收听新闻报告 新闻报告之后呢 是继续会有空中结缘的第二部分的 音乐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为你安排了一个佛经故事 剧名叫《提案之争》 请过去收听 安南,雨越落越大 是呀,佛陀,好大雨 不如找个地方避雨先,不要走,好吗 不要,不要停下,还要走快点 还要走快点 是,因为我们要到菩提国那边 要经过一道石桥 到菩提国要经过一道石桥吗 是呀,雨已经下了三天了 河水高涨,迟下可能会浸过桥面 那时候就没路走的了 那不知道可不可以坐船过菩提国呢 天色晴朗的时候,是可以坐船过去的 但是现在水涨,河水流得很急 船夫都不愿意撐船,因为很危险的 那我真的要走快点,佛陀 安南,后面的比丘不知道会不会赶得上 你吹一下他们 是,佛陀 各位专者,大家走快点 佛陀,路上水浸,桥面已经浸了水了 是呀,大家要小心才好 好啊 河南 好声啊,怎么样?有没有扭到脚了 没事,不过算一算脚,几乎跌低 幸好站得穩 好了,现在过了桥,要转弯了 要走哪边才刚好呢 跟着我走,现在上石级了 要上石级? 是,要走很多级石级的 佛陀,这里的石级这么特别 又阔又大,不同普通的石级 当然,因为这条是题案 建筑在河边,所以一定要坚固 又阔又大的石头才够稳定的 是呀 原来是石级 原来是石级 是呀,这么阔大的石级也有 那不是很大工程? 是的,工程很巨大 听说当时动用了几万工人 用了几十万构石头 倒了几万构违章下去 你说多大工程 这就很厉害了 我想建筑了很久了 是的,听父老说 这条石级建筑了很久了 断断续续,建筑了差不多十年了 整十年了 佛陀,不知道这条石级有什么作用? 是不是要来阻止潮水泛滥? 没错,这条石级建筑之前 这里原本是平原,直通东部 属于葡达国所有 河水的充滞地十分肥沃 农作物很茂盛 那真是好 不过有个缺点 就是在春夏季之间 雨水多的时候 河水高涨就会泛滥 那时,河水流入平原 将田地掩满 连植物都泡满 那真是可惜 等到雨季过去 河水退了 留下一片肥美土地 那时又再耕种 忽然,这也是浪费了雨季的时间 是,你说得对 初时地方的居民捉起沙包 堆起石头 用来阻止河水流入 不知这个方法有没有作用 有 河水受到防难 就不会浸入平原 好地受到保护 那即是四季都可以种植 那这条石膊真的很有作用 所以后来官府不断把石膊加高 又起闊 又起闊 就成为现在的提案 難怪这条提案这么坚固 这条提案 大约有两百尺长 三十多尺高 工程真的很大 很宏伟 是 安南 安南 停了雨 你脱了一件梳衣 雨过天程 都不用穿着梳衣了 这么重 你看一下 提案的农庄和田野 是啊 佛陀 在这里看上去 一片青绿 还有一堆堆大小小的屋 有几条村落 是啊 那里的田地和人口 都全靠这条提案保护 这条提案真是有用 可谓功德无量 唉 是有用 多有用 佛陀 你好像有点感慨 可惜是纷争之缘 纷争之缘 有人欠这条提案吗 安南 我们不要说这些东西了 看看后面的比丘走来尾 哦 我们要走去哪里 由这条提案走下去 我们经过农村 然后到达京城 优秀 Cirak 想要不留 可能 你 看 一 後面 你好像 你們不用叫了,我們是好人 阿南,這個農莊很多人照 雞犬相聞,多熱鬧 是呀,佛陀,真的很熱鬧 不要,你怎麼哭得這麼淒涼 奶奶,讓我抱抱兒子 家嫂,不用你抱了 你快進去看看娘,她快要出發 阿諾,你們夫妻也要多聊一會兒 以後,你們想知道什麼時候再見 是呀,阿諾說要見一下兒子,疼一下她 疼一下她 是呀,要多疼幾膽 你怎麼樣,乖算 乖算,乖算你的命真是苦了 你的命怎麼這麼慘 奶奶,你等我先 你坐下先,行了 阿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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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諾 佛陀, 那家人不知因爲什麽傷心呢? 生離死別, 眾生都受盡恩愛別離的痛苦了 什麽呢?佛陀? 你說他們生離死別? 他們有遠行呢? 究竟誰有遠行呢? 是那個年輕人 阿蘭, 我們走快點, 不要騷擾人家了 是 不是呀?那個沙門, 那不是佛陀? 是呀, 是佛陀 是呀 後面那個, 後面那個就是阿蘭尊者 佛陀, 佛陀, 尊者, 尊者 佛陀, 那個伯爺婆叫我們 是, 我們走過去, 看看有什麽事 佛陀, 佛陀 幾位事主, 你們有什麽事? 是呀? 佛陀, 我的兒子快要出征, 要去打仗呀 出征? 打仗? 是呀, 他要出征, 說要打仗呀 佛陀, 你不要這樣, 佛陀是沙門, 專心收到 他, 他不會理世事的 佛陀不理世事的? 佛陀, 我想請你留步 好, 施主, 你有什麽事不怕說? 母親, 你不要妨礙佛陀趕路 是呀, 娘, 你不要妨礙我 我不是妨礙佛陀趕路 我是想佛陀幫我們祝福一下 是呀, 我煮了些糖水, 要來拜祭天地 請佛陀主持祝福 主持祝福? 好呀, 不過, 佛陀, 你肯不肯為我們祝福? 肯不肯? 好, 我跟你們做祝福 這樣就好了, 佛陀, 多謝你, 多謝你 娘, 你快點幫家嫂拿些糖水出來 你們要花夠三碗才行 知道了 好呀, 婆婆 媳婦, 你給我兒子抱 佛陀, 尊姐, 你們請坐 請坐這裏 在鼠音下面, 陰涼一點 是呀, 施主 你兒子何時起程 唉, 佛陀, 我兒子一會兒就要集合 我兒子這一批, 是最後的一批來的了 唉, 打仗是何時的事呀? 我也不知道的, 不過寶甲長來說, 他說要抽壯丁出征, 又限時限刻 唉, 前幾天, 已經有很多人分批出發了的了, 我阿娘呢, 是最後一批的了 那你又知不知道為甚麼事要打仗呢? 呃, 好像說, 為了那條提案 啊, 佛陀, 紛爭之緣呀? 是呀, 世上美好的事物, 往往成為紛爭之緣, 真是可惜了 就是呀, 整天都在搶搶, 不停地打仗, 難為我們這些老百姓的 施主, 你的祖先有沒有份去打仗? 怎會沒有份呀? 靈無家公, 我爹都每晚去我打過仗的了 那你丈夫呢? 他有沒有去打仗? 我丈夫都有去打仗, 她還在展場裡死了 現在輪到我阿娘,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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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吉利舍, 吐口水說過, 錯,錯 施主, 你不用那麼難過的 是呀, 寶妻, 你的糖水煮好, 我們拿個三碗出來 奶奶, 放在哪兒? 媳婦, 你放在哪兒? 媳婦, 你放在這裡, 大石頭上面那兒就行了 佛堂, 麻煩你跟我們做祝福的儀式吧 好, 皇天后土, 祝福一切生命 阿娘, 你還站在這裡幹什麼? 個個都齊集了 只是等你一個人在樓下家人冤聚 你還站在這裡? 將軍, 我不是 我不是 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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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你不要 我們正在做祝福儀式, 我們請佛陀主持 是呀, 阻礙了你一點時間, 你原諒我們 將軍, 軍令如殺, 沒得說 兵士違法, 就要軍法從事 阿娘 走 阿娘, 將軍, 別說你原諒我們 我跟著你走 阿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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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雪 歡雪 歡雪一下, 將軍 假裝是這樣的, 你們認識什麼 馬上起程 將軍, 我可以跟你一起走嗎? 阿娘, 佛陀, 你是修道人, 兵兇戰危 不適宜你在戰場出入 將軍, 我想見國王 聽說他已經來了這裡 見國王? 是呀, 他是來了這裡 他現在周圍巡視提案 好, 那我自己想提案見他 佛陀, 我陪你去 不用了 大王快要經過這處, 你等一會 你不用去提案了 好, 那我就走過去見他 大王, 佛陀, 你好嗎? 大王, 佛陀說要見你 好啊, 佛陀, 我都很久沒見你 很想見下你 大王, 很難得在這裡見到你 不過, 佛陀, 你一定又不高興 因為我們又要打仗了 大王, 這些不是誰高興 還是誰不高興的問題 只是適不適當的問題 佛陀這樣說是甚麼意思呢? 我以為, 凡事都應當權衡輕重 譬如, 死有輕於紅毛 亦有重於高山 大王為了一條提案 而大動乾鍋 死傷這麼多人 那請問有甚麼益處呢? 是就是沒有甚麼益處的 這層我也知道 不過, 如果不爭奪這裏提案的權 那將來被敵人控制 那時候就會被人作崩提案 那便會泛濫, 掩抹田園人畜 那到時便會作弊家夥 沒錯 不過, 凡事都可以商量 可以談判的 請問你和敵人談判過沒有呢? 啊? 哦, 這樣又沒有 那為甚麼大王這麼輕舉妄動 就大動乾鍋 調動軍隊出征呢? 唉, 你有所不知 我想先聲奪人嘛 大王, 凡事不宜魯莽 兵空戰危, 會死很多人 又會造成很多孤兒寡婦 損失重大的 嗯, 唉, 這樣也是 大王 戰爭時機未到 不如暫時駐兵 和敵人談判過 才再說吧, 好嗎? 敵人都未出現 是我自己心急 那你是不是宗旨搶奪提案呢? 嗯 我都有這個意思 即是吾打仗字了, 是嗎? 就這樣吧 大王, 那就恭喜你了 化乾鍋為玉白, 大大吉祥 吾打仗? 真的嗎? 阿娘, 那你還要不要去集訓 我想, 我想要吧 哎呀, 佛陀 麻煩你勸一下大王 叫他不要抽壯丁去集訓 施主, 這樣就不行的 所謂居安施毅 而且保衛國土是國民的責任 阿娘, 你去吧 是, 佛陀 平安去, 平安回 唉呀, 這是真的祝福 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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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各位所收聽的就是我們今天為大家安排的佛經故事提案之爭 劇中人是由王兆強飾演佛陀,張炳強飾演柯蘭,許瑩英飾演老虎,陳婉紅飾演妻子,陳永康飾演阿良,劉一帆飾演將軍,袁家祥飾演國王 收聽完我們今天這個佛經故事之後,又要開始我們的信箱了 首先要答覆的就是李求君的來信 他就問及求籤是不是屬於佛教的呢? 如果不是的話,爲什麽有些佛教徒亦都去求籤呢? 李求君,求籤是不屬於佛教的 不過有些佛教徒,他為了習慣上或者好奇 那他自己亦都會誠心地去求籤的 這些都是世俗的行為,不應該歸落佛教那裏 因為在大藏經都沒有記錄到 釋迦茅尼佛教弟子去求籤這件事的 接著要答覆的就是白恩中君的來信 他的題目就是,何謂六字真言呢?又有些什麽作用呢? 白恩中君,所謂六字真言是這樣的 一般情況來說,這個是密宗的咒語來的 即是,安瑪利巴美雄 也都有人讀安瑪利巴美雄的 但凡是明咒呢?就只是念中奇音,就沒有解釋他的意義的 因為他想那些教徒呢?集中他的意念,凝聚他的心意 讓他沒有妄念去分別,於是呢?就達到禪定的目的 其實這六個字呢?他的意義就是明珠、蓮花這樣的 如果我們念中六字真言的時候呢?就會得到有集中意志的功效 另外一種的解法呢?就是,當這個六字真言是南無阿彌陀佛 是一般靜土中的信徒,都是念中,執持他的名號 以為求生靜土的功用,或者作為清淨自己的意識 也都是很有效的 跟著呢,就要答覆梁和安君的來信了 他的題目就是,問及地藏丹是在哪一天呢? 梁和安君,地藏丹是在農曆7月30日的 而今年的新曆就是8月26日 那我又想問問葉居士,地藏丹是否紀念地藏菩薩的? 是,地藏丹是紀念地藏菩薩的 提起地藏菩薩,或者在這裏預告一下 就是說在8月24日星期五 香港電台的戲曲天地就會播出一套粵劇 叫做地藏王菩薩的 這一套戲就是去年我們空中結緣 在播出兩周年紀念慶典上面 香港電台農場劇團所演出的一套特別粵劇 當時我們是把它錄了音的 在8月24日星期五的上午11點半 各位就可以聽到這個粵劇的錄音帶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或者想知道地藏丹的來由 就記得收聽我們到時播出的 這一套粵劇,地藏王菩薩 說到這裏,節目時間也差不多了 很感謝你收聽今天的空中結緣 我們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 愿爱亦是愿 愿亦是愿 心中不必 绝且接受 万事千断 愿亦是愿生 亦是愿心 终不必 愿不挂念 万事随愿 空出我心 那种种世上愿 若若不处劳 永远也未挂肩 随愿 随人生的放学住 心欢喜 不生血 一切事 就若怕风中 热血 空出我心 顾中种世上愿 顾中种世上愿 愿愿不苦劳 永远也未挂肩 随愿 随愿 随人生的方向转 心欢喜 不生愿 一切事 Ox TV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